今天呢,是重阳节,现在时间是9点10分 今天早上我发现有一件事情呢,非常非常的不可思议 怎么样说呢? 今天呢,我把那个地藏王显尼那个照片呢 就准备挂上去,以前呢,我就一直以来呢,我都是很大意 就从电脑选一个地藏王的菩萨的像贴上去 今年年初七的时候呢,人日呢,我拍见那个观音显尼 所以我就把那个观音显尼的像也挂上去 后来我就想,哎呀,大意了,我也要把地藏王显尼的像挂上去 所以呢,我就整理好了 就在今天重阳节,现在四十吧,五十之前挂上去就可以了 我就弄好了 那今天呢,我就发现一个很奇特的现象 除了挂那个地藏王那个像之外呢 我就想打算写一篇讲佛光的YouTube 上传与人家,与友园人分享吧 我就一直在心里,在整理整理,怎么样去组织这个YouTube 后来呢,我发现这个电脑呢 我用电脑用了几十年,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的 呃,这个是第一次 是不是有,呃,与那个起心动念 或者那个神明支持的,呃,有关呢 我就不晓得了 所以我就,哎,呃,灵光一闪 我第一时间把它拍成 除了拍了照片 我第一时间把它拍成那个YouTube 上传与友园人分享吧 呃,这个奇怪一个地方呢 就是说,你看 只有那个电脑 就没有权 大家都知道了 要是你打开电脑的话呢 播放什么视频之后呢 旁边呢,有很多的资料的嘛 现在没有啊 这个是我几十年用电脑 几十年第一次发生的事情 啊,不可能是这么抽搅 啊,因为今天我等会 我就要挂那个地藏王菩萨的像上去 啊,呃,另外一点呢 我就刚才说了 我今天呢,就利用假 呃,今天放假天气非常好 呃,凉快,舒服 就写一篇 呃,关于佛光的资料 然后呢,就拍成视频 上传与大家分享 啊,那这个是 啊,这个是我现在播的是 那个地藏王显灵的 呃,第二篇吧 那这个是我家的地藏王的 呃,照片 就是这个地藏王 啊,要是大家看我地藏王显灵 呃,熟悉的话 第一部分的话呢,就可以看到完整了 我现在就是播放这个 这个,我刚才说了 太不可思议了 为什么电脑 旁边的资料完全没有的 我电脑又没有坏 所以呢,是不是神明的 一种鼓励、勉励呢 大家去猜想吧 我相信有 那这个是黑白的地藏王的像 呃,谢谢大家 因为现在已经 这个就是我昨天晚上见见 呃,看见呃 地藏王显灵的位置 正南方 现在呢,就是 开始 呃,呃,乌云密布了 因为呃,天文台 呃,这个是我家 我就先 呃,让他播完 看看那个情况怎么样 可能下午就要刮 那以后 这被封求了 谢谢大家 谢谢 哦,那这这就 还是回到那个 呃,视频 呃,的 开 开始的部分 啊,还是没有什么资料 大家觉得 呃,师傅 很不可思议呢 很神奇呢 我相信有 呃,怎么样修行 有会跟 呃,呃,呃 大德 连友 应该心中有数了吧 呃,其他朋友不接受 呃,我也 拿他们没办法 信者信 不信者不信 哈 那你看看 那这个是我窗外的 那个汽车在走 哈 怎么可能那个电脑视频 它播放正常的了 我就 再播一段 啊,证明那个没有假的 那就是这样再播 呃,大家好 今天呢是9月14号 呃,这个就是我等会要挂上去的地上王显像 呃,显宁的像 呃,有一个超强的台风叫山竹 呃,在已经在路上了 那你看看 呃,这一两天呢 就会可能到香港 呃,完全没有电脑 那个画面没有其他的资料 就是播那个地上王显灵那个 这个,呃,我第二段的视频 我不知道有没有联友有这种情况发生 我上传视频以后呢 希望有联友有反应 哈 我用电脑用了几十年 从来没有发生这个事情 这个是西方 呃,哪里有这么抽脚 所以到,对我来讲 当然我是,呃,知道是发生什么事情 我,我领悟,我接受 哈 呃,有很多我联友啊 菩萨大德什么 上传很多有关那个修行啊 呃,呃,佛 那这个是我正南方 我,呃,供奉地上王的地方 呃,等会我就 刮那个,呃,地上王显灵的照片上去 取代那个从电脑选下来的地上王的图像 哈 哈 啊,大家可以看见的吧 啊,应该有十多方针 我现在拍的已经七分钟 呃,几分钟前已经发生 后来我才零光一闪 为什么我不把这个情况,呃,拍下来呢 呃,有照片,也有视频 你看啊,这个就是我等会要要放那个地上王的 刮上去的照片 十几分钟都没有电脑 你看旁边的所有的资料都是空白的 呃,当时我留言的时候 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啊,呃,大概是八万多 希望我上传那个视频以后呢 呃,呃,有人有发表意见 呃,大家交流交流吧 呃,阿弥陀佛,谢谢大家欣赏 啊,应该有十多分钟了吧 神奇吧,啊,科学怎么样解析呢 我刚才说了,我用了几十个电脑 电脑现在没有坏的 你看还在正常的播放的 但是呢,视频,呃,那个屏幕什么资料都没有 就只有我讲那个地上王写您这个视频 啊,谢谢大家欣赏 抚弹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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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弹弤弹弹弹弹弹弹弐弹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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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